我们来看一下舵姬的接线 那么舵姬呢你拿到舵姬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 他的接线是 3pin的线 就是 咖啡色、红色、橘色 那这个呢通常是一个习惯 习惯那我们通常会把 接地 用 黑色或者咖啡色 来代表那个 接 接角的状态 然后红色呢 通常会是表示正电 或者是5伏特的电 那其他颜色 可能就是其他的电压或者是讯号 这是通用的颜色的 你在 打开你家的电脑或者你家的电子 器材零件的时候 设备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颜色的线 那这些颜色的线其实是有他的规律 那所以 马达的线呢 他的 咖啡色、红色、橘色也是代表GVS 那G就是接地 G是接地 就是接地线 那V就是5伏特的线 5伏特的线 那这两只脚 有震电、有负电 那电流就会流通 就 就给 你的模组提供了供电 给马达提供了供电 所以V跟G是属于供电的部分 通常模组都会需要供电 那所以这两个就解决了电的部分 那另外S的部分呢 就是signal 就是讯号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控制讯号去送到马达那边 马达才知道要怎么动 那所以这个S呢 事实上就是接在D0到D13 的这个Digital的讯号 也就是在板子上他会标示S讯号 那讯号也是会 它是一个震电的讯号 然后会到接地 他也是里面也是形成一个回路 那所以 透过这样的S接角的这个讯号 提供给舵机 那马达就会知道说你想怎么控制他怎么动 所以这三只脚 在我们的Kuno上面是安排好的 所以你看到你的扩充板上面 这里有一排黑色的接角叫做G 然后有一排红色的接角叫做V 这两个基本上是 正电跟负电 供电 供电的脚位这两只脚 所以这两只脚是同样的脚位 接了就会有电 接一个正电接一个负电 那S就是 数位接角的讯号 数位接角的讯号 所以这里从0到13 那有些没有在上面 比如说234 9 1011 这没有在上面对不对 因为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用按钮 用RGB 用这个 风鸣器 他们上面已经有一些预接的接角 预定的接角 所以这些接角已经被用掉 所以在这里就不能再扩充出来 所以为什么他是跳着 他不是从0到13 那如果你是连击的状态就是跟 你的Qblock是连接使用的状态 你这个0跟1就不能用 所以这两个就不能用 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如果你这边都要接码 你这边就123456还有6只脚可以接码 那 记得如果你要接两个以上 就要把电源另外接 所以你的V跟G就要接到另外的电源 就不能接在这个地方 因为不够用 Arduino 或者是Kuno 他的 整个板子的供电能力大概只有200到300mAh 200到300 那所以如果你接太多零件 他会当机 会当机重开 这是电源上面要要留意注意的地方 那至于这个按钮 RGB 喇叭这个用的电量都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去管他 然后你的 Kuno板子又是接在 电脑的USB 2.0上面 所以你的USBPOR的供电能力也是 大概500mAh 500mAh而已 500mAh而已 所以如果你接超过也不会动作 所以这是 使用Kuno 跟使用马达要稍微留意的地方 那基本上这个SG90在我们的 练习的范例里面 他的供电量应该是刚好在边缘 但是是够用 所以基本上就先不用另外接 那另外要接的话 我们会另外再讲那个外电 要怎么接 这个是接线的部分 所以请你把你的马达 我们上课统一就接在第6直接讲 D6 就是GVS 然后第6排 第6排就是 到时候你控制的时候 你用D6 D6 Digital 6 那只脚位来控制这个马达 所以请各位把你的 马达接在D6 然后用刚刚那个积木 先测测看 看看他会怎么转怎么动